五大句型 第一个要帮同学介绍的就是 不及物动词 什么叫不及物动词 就是这个动词意识很清楚 它不涉及其他事物 比如说 这些字本身含义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如果我们需要再把内容扩充 后面可以加副词来修饰这些动词 也可以加片语或者是子句 来说明这个句子的情况 所以这些是随时可以添加的 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练习 太阳从东边升起 一个句子一定要先找到主词 主词会做出一个动作 那就是动词 动词后面可能会牵扯一些事物 那个就叫授词 或者是补语等等 这个句子的结构就是这样子 我们先找出主词 太阳 太阳只有一个 所以要加的 太阳是第三人称 所以现在写动词上升 正确答案就是这个 第三人称 单数 动词要加s 这个rise 这个没有s 这个是负数 可是太阳只有一个单数 第二个 to rise 加了to叫不定词 它不是动词 rising加ing 是动名词或分词 它也不是动词 好了 后面这个 in the east 是接进去的片语 表示方向 是从东边升起 从东边用in 不要写错了 不能用from 第二题 孩子们睡在地板上 主词 tudent复数 这个是添加进去的地方片语 on the floor 在地板上 现在我们要选的是睡觉 孩子是负数 所以 三 就错了 full asleep 是睡着了 但是 动词加了s 这个是单数动词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第四个 asleep 是被动 睡觉没有被动 所以这个是不合理 剩下一跟二 asleeping 是进行式 正在睡觉 第二个是 feel sleepy 是很想睡觉 感觉到想睡觉 那我们题目是 正在睡觉 所以正确答案是选 a asleeping 其他都不对 再看 第三题 外面正吹着强风 下着大雨 这是我们中文的表达方式 可是 英文的表达方式 一定要先写主词 写完再写动词 这个是它 不能改变的 一个结构 所以中文叫 外面正吹着强风 英文就变成 强风正在吹着 那外面是地方 下着大雨 英文就要翻成 大雨正在下着 正在下着动词 所以做翻译 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不可以按照中文这样 这样子写 那就不对了 好 我们现在把第三题 给它完成吧 进行式 正吹着 是进行式 我们用现在进行 好了 这个强风 the strong wind 主词写完 马上写动词 正在吹着 一直blowing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小心 要一个连接词 这里要有连接词 补上去 and 大雨正在吓着 the heavy rain its falling 后面 就写outside 好了 这样子才是一个 正确的英文结构 这个连接词 要自动的补上去 因为英文 两个句子 一定要有连接词 来连接 第三题 再来看第四题 一些房子 在昨晚地震中 倒了 先找主词 一些房子 是主词 在昨晚 这个是时间 片语 地震中 是一个状况 什么情况 动词是倒了 所以我们按照英文结构 要先写主词 some houses 一些房子 要加s 动词 倒了 我们要用过去诗 因为这次讲 在昨晚 所以倒了 要用过去诗 collapse 好 剩下的情况 就是额外添加进去的 在什么状况下 倒了 在地震中 好 in the earth q u a k e 什么时候 再把时间 加进去 last night 所以整个答案就翻出来了 some houses collected in the earthquake last night 第三题 the strong wind is blowing and the heavy rain is falling outside 这是第一组 介绍五大巨型 这是第一组介绍五大巨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